指揮中心也公布了桃源确诊者足迹到过桃源龙钢的福利站 从1月10号到12号连续有三天 每天都待了五个小时 外界研判这个确诊者的身份应该就是复工站的摊伤 现在也让外界担心前去采买的官兵 恐怕就会暴露在染疫风险当中 而陆军后勤指挥部回应 针对龙钢的复工站已经连续三天都进行消毒 也裁剪了38名的相关人员 结果都是隐形 泡面零嘴生活用品桃源龙钢福利站是军民采买的好去处 但根据指挥中心公布的资料 在这里也出现确诊者足迹 复工站就进行三天的连续消毒清销 再加上我们员工跟住在厂商总共38元 都实施快拆均呈见阴性 后续我们将持续做每天的清销工作 国军忙清销忙裁剪 因为这名确诊者在1月10号到12号连这三天都到龙钢复工站的一楼 从凌晨4点待到早上9点整整5个小时 外界研判认明确诊者身份很有可能是摊伤 然而前去采买的官兵就都暴露在染疫风险中 掌握到疫调之后要一次性的要扩大来做一个裁剪 毕竟很多的部分我觉得不管疫调裁剪 很多的一个防疫之围我们真的要快速的一个升级 越来越不太妙因为确诊的人数有越来越多 其实呢不只是北部如此 中南部其实也越来越感受到那种紧张 接获通报陆军后备指挥部迅速反应 索性目前看来疫情没有烧进营区 只是本土疫情蔓延 军中又是群体生活的地方 有关国家重要战力防疫事必要谨慎再谨慎 记者林先生君宏伟财的TV报道